那这样互通的话呢 就会形成是一个厕所的回风扇 然后也会造成化健康 为什么一直都不会有太大的进步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呢 就是一个不断的晦气的环绕 而且它的外面那个镜子又造厕所 一直造 对 所以它就是无限的扩充这个晦气 镜主卧又马上发现了 第三个严重影响健康的煞气 而且我跟你讲 我刚刚坐在这里也说又来了 你坐在那边看看 又来了 对 你那么爱照镜子 你看这边有几个镜子 又来了你要看医生 不知道每个月可以来一次 你们这样子这么多镜照镜啊 对啊 前面正面一个镜子 后面一个镜子 对 还有镜子在照 这里面一个镜子 就一直照耶 对啊 无限循环 其实镜大镜的话是比较能拒音啊 而且呢也比较容易让这个晦气呢 无限的扩散 对 尤其呢像这样的话 它这样坐下来后面一个镜子 代表好像一半小人 哦 对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的话就真的要立即改善 是老婆都在这里 对 洗脸化妆那些 对啊 对啊 生活工作上就会有影响吗 就会比较压力比较大 对啊 像镜长的这个业绩如果不好什么的话 它就要扛 对对 那好可能功劳也不给它 对不对 就是大家都会遇到这种状况 太辛苦了 对啊 要贴起来 对啊 要贴哪一个 贴这一个吗 贴这一个吗 贴这一个 对 而且这样子是不是也会有一些 就算口舌是非是不是 也会有啊 因为它加重这个 等于是口对口的问题嘛 所以把一个镜子贴起来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对 那还有就是说呢 这个回风罩一定要立即处理 例如说 它的房间有没有 这一面 嗯 这边这一面全部都要把它封死 对一面要封死 要封死 为什么 如果它不降的话会停止回风罩 而且会厕所造 厕所 厕冲床 对 会影响健康 是 所以等于你以后上厕所要从 外面 因为很近哦 对 对 其实不远啊 而且这样 这样走也不好走吧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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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换业 对啊 而且厕所有时候湿气啊 都会跑进来 嗯 然后向下的话 如果是你的委托人 又收到这个地方的话 厕所又直接沉开 又跟离开 对 所以这里吗 对 好 这样冲力有加重 是啊 你还整间房间都要湿湿 在身体也就好了 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很开心的说 要翻滚吧 老秦 对 对不对 其实是你要健康才不想翻滚啊 是 真的 对不对 翻滚才有你们想要的一个愿望嘛 对 就是 就是 就是有努力想要 生小孩 是没 想起过 没有想起过 但是如果要回风的话 因为回风也就会人丁不拒啊 是 就不会有那个缘分了 对 现在是要把回风先处理好 这个门 先把它封起来 对 这样也比较安心吧 在滚的时候 是 总觉得外面就是随时会有人进来 不是就滚的不安心 不可以 不可以 就贴这个 大概是这个门要坐起来 对 也不行 就把它合起来 对 我可以想封里面那边 不行不行不行 小房子 每月封这边的话 你房间才会完整 对 否则如果你封这边的话 你这边也可以把它当衣柜 是 不会当衣柱也可以 拿衣柜的话就可以 对 但是呢 我还是建议去封这边啊 然后让那个厕所有个干湿分离 对 对啊 不要硬要这样子的套房的感觉 其实不需要 对啊 而且你这样子因为这种镜造镜这么多 就是口舌啊 是不是 对 是也会有一些口舌是非 跟邻居会吵架吗 就上次那个花材漏水 漏到楼下去 嗯 然后 有连续也会一直上来按电影 弄水后阳台啊 这里 前阳台 弄到楼下的客厅 你说你们在浇花的时候是不是 对 因为 这个 排水的水管 有没有 塞住 旁边的气泵 就渗进去 一二十年的 就累积到 受不了是低到我们的客厅 哦 那所以呢 那就好好讲就好了 是啊 就是 就说你们怎么还不处理还不处理这样 对对对 所以有吵架是不是 阿姨也有刚才设置 以后你们在比特币 实在是这样反了 对啊 他们也有他们的压力 是啊是啊 正常啊 那如果找人比较快 而且没有光景处理就好了 解决掉了 解决好了 哦 对啊 那不然叫每天来按电影 谁做了 是啊 那其实他在卧房里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他太太在这边的话 其实旁边有一个壁刀 对 你刚好有切到它 但是壁刀呢 问题不大 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柱子 是 那这个化解的话呢 其实他可以沿那个壁刀的 那个刚好凹进去的地方 可以做一个小平台 就可以化解了 哦 对 其实像这样 而且他因为房间不大嘛 所以这个本身就已经侧冲闯了 是 这个门口呢 也会冲到这个角的地方 对 都还是会有点冲 老师我想问一下 因为很多人家里可能都会有这个小壁刀 那比如说做一个平台 它是要多高多宽 是一定要超过床吗 因为我如果做一半又很快啊 对 就整个窗台都把它做完 对 空间做完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觉得做那个会影响动性的话 那你就在那个壁刀的地方呢 可以挂一个葫芦 然后挂那个壁刀的墙壁上面就可以了 对 那例如说 这个也是有壁刀切到它的熊脚 对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脚的地方挂一个葫芦 好 就化解 那我们陈仙真 我可以问你那个生肖吗 你什么 我说猪 猪 想不想知道你明年的运势 我想我也会不想 马上到你心想四尘 没问题 来我们请跟老师帮我们这个解说一下 好 我们先讲我们的属猪的好了 好 属猪来讲的话呢 其实在明年呢 其实呢 它带一个一马心 其实属猪的朋友 其实要很恭喜你 就是明年呢 其实你有很多开创新觉的机会 而且你觉得人生不可以再这么安逸了 应该要好好的有一些拓散啊 有一些新的发向 但是呢 因为带一马心的关系呢 也会让你呢 承受很多的压力 所以你可能会工作之余啊 或者说在家里啊 做一些事情之余 你的心情会烦闷 所以压力会导致你的疾病 所以需要比较小心 那我们刚刚节目刚开始有讲说 我们要介绍呢 今年健康运要不要注意的前三名 对不对 好 那当然没办法把十二生肖讲完 可是呢 这三个生肖呢 就是你在2017年 比较会有一些生病的问题 其实呢 我觉得呢 第一个呢 要注意的就是生肖属牛的朋友 因为生肖属牛的朋友呢 因为带一颗白虎心 代表会有一些救急复发的问题 例如说你可能本身身体有一些隐疾了 你没有去注意 或说你之前有开过道 那这些问题呢 会因为流年的关系 你可能会再度复发 所以你要多做近期追踪的检查 那如果说你平常都没有疾病的问题 那你就要注意意外喜光的问题了 好 白虎的话跟交通意外特别有关系 了解 那第二个生肖呢 就要注意生肖属羊的朋友 属羊的朋友呢 因为带了一颗病符心 病符是什么 就是无端的生病啊 流行性的感冒啊 都会早上门 所以这个病符呢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尤其呢 你不要让自己太累 而且羊呢 带一点桃花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在新的一年 你很有可能 因为玩乐的关系 熬夜啊 然后没有好好做起正常啊 让你的抵抗会下降 也是说桃花 就是说可以交很多男女朋友这类 也类似哦 对方是属虎的 如狼如虎 羊羊如虎 所以他就比较累一点 是 你知道我说他外缘很好啊 应酬多啊 所以他有些机会不想放过 所以他就让他自己身体见到出问题 还有一个呢 生肖属狗的朋友 然后特别有 因为有个伤门心 伤门心就是说 在新的一年 你很容易因为家庭事业两头奔波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可能要必须要照顾家人的健康啊 然后不是父母亲啊 长辈啊 当然老幼父女 你都必须要去承担 但是因为承担久了之后呢 你自己心力交瘁 让自己生病了 让自己呢 有点情绪上的压力等等的 所以生肖属狗的朋友 在2017年也会比较辛苦哦 对 注意一下 所以属狗属牛和属羊的朋友 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对 因为他没有讲到的生肖是 就开心 对啊 第四名呢 就是属猪的朋友 其实呢 大概还有五六名都有 每一个生肖都要注意 对 但是呢 要更注意就是三个生肖 是了解 其实呢 我们呢 真的自己的健康 养生 自己的 知道什么养生 吃的食物 再来就是要加上运动 不要太劳累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是 我觉得他虽然风水有些问题 对 不过他还懂得帮自己祈福啦 你看到他的床头摆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什么 对耶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 钥匙宝贝 哦 对 一头就来讲话就是钥匙宝贝 然后放到床头的话 也可以帮他增加健康的运气 很好啊 是你自己的吗 怎么不会了 一定是太太亲爱的 一定是老婆 你看你老婆多爱你 老公的健康就是老婆的财富 真的 对 你的健康就是他最大的财富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身体顾好 我们现在呢 就请我们的老陈 老陈 对着电视机跟老婆 这个稍微 感谢一下 对啊 我这么幸福 对啊 感谢我 我也带得太累 在我生病这段期间 辛苦你了 还有给各位观众朋友 分享 千万不要熬夜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熬夜会出事情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老婆好感动 对啊 对啊 真的是伟大的老婆 是 是你生病 他不理骨气 然后更坚强 把这个家这样撑起来 对啊 但是我跟你讲 任何的生病 都是会好起来 对 本来人都会生病 我们呢 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跟我们的病痛呢 共存 然后当作好朋友 嗯 然后好好的跟他相处 嗯 对 开心的对待他 然后乐观的面对 一样好好的做你的部件 去健身 然后 重点是你心情要快乐 舒服你哦 谢谢小晨 谢谢小晨 对啊 身体真的要健康 下一次呢 我们就可以 如果 嗯 真的 可以让我们看到你 真的可以好好的 从客厅翻顶到 哈哈哈哈 真的啊 我们一定放鞭炮 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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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